香港民間監察院 來到香港民間監察院 我是林依依大法官 這是喜劇 第一宗案件是接受市民投訴 張小明 為什麼投訴我呢 我們現在第一時間 來到你開聲 現在法官還沒問你 好 現在我開始 張小明 你現在說三權分立 是不對的 是行政長官凌駕這三權之上 是不是你說的 我沒有說凌駕 我是說超然於這三權之上 是什麼意思 即是大曬特首 當然是大曬 為什麼到你作主 你出來說 因為我是中國最大的代表 我是太上皇 關你什麼事 因為我中國共產黨 你都不是 對不起 香港是到2047年的 現在還沒到你說話 到多少年 多少七年都是我說話 都是我們作主 這裡是中國的領土 不滿意可以滾出中國的領土 因為是2047年 現在是你滾出去 你沒資格說話 你是不是搞港獨 現在我們法官說是 是不是搞港獨 香港是黨人治港 都不是法官治港 你不可以凌駕法律之上 法律都要under中國共產黨 錯 我們偉大的黨是大曬的 我們偉大的國家都是大曬的 我們偉大的領導人都是大曬的 現在證明了 現在這個張小明 是完全是不依照基本法 我們現在判它 是有罪的 基本法是我改的 我說無罪就無罪 你無權 你無權 為什麼呢 基本法未改 一日你都無權 現在我們判張曉明 首先我們要依證法例 從中央申請 隔職 我們香港民間監察院 今天判這件案 就是張小明 就是依照 中國 我們照去信給中國 告訴中國 這個要被隔職 否則 我們香港民間監察院 就要去信告訴特首 叫他以後shut up 即是閉嘴 今天我們判了一張小明 就是這樣的罪 就要隔職 下一次我們香港民間監察院 判什麼罪 判哪一個 就再判過 這次我們的喜劇 其實是示範玩的 下一次正式的 我們就譬如 是警察部 匯署 那些就不是這樣玩的 就是正面式式的 我們要去入稟 因為你呢 都不知道什麼身份 又不是中國 又不是香港 所以我們無法入稟 這次就放過你了 那留意我們香港民間監察院 好嗎 拜拜